哈喽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小强哥哥 今天小强营地准备打思潮 没想像居然来了个拆架贼捣乱 真是够皮的 咱们快点过去把他也灭掉吧 免着待会他来市中心恶心咱们 这样溜得好快 一看你就是老手 要是这波你没灭掉他的话 这很可能会来报复你们的 就他像空雪的状态 想逃掉的几率不大 咱们只要跟紧他 这人肯定会停下了不要的 哎呦,这身法可以啊 确实有两把刷子 可惜遇到小强 不然他还真能秀起来 好的,总算解决了 咱们回去市中心守着吧 怎么感觉现在守水潮都没这么卡了 确实好很多 以前很容易就会卡住bug的 现在打了这么久 啥事都没有 看来网易的策划也是挺用心的嘛 玩家鞋的意见都听到了 慢慢再改善呢 要是后期能平衡点的话 那就更好了 别想太多了 游戏都是需要赚钱的 小伙伴们也是趁着思考的时间 拼命刷经验 导致输出不够任务失败了 差一点点 有点小可惜啊 算了,咱们去零下营地的分红嘛 这家的地平实在是太贵了 想完全满不起啊 不过好在咱们和市长比较熟 可以过去趁之趁住 小强,你的脸皮有点厚了呀 两个大男人住在一起 总感觉怪怪的 有什么好怪的 就到两个朋友合住咯 是你的思想太不纯洁了 整天想一些奇怪的东西 我什么都没说 一直都是你在想 我看思想不纯洁的是你嘛,渣男 怎么想就很渣男了 真是福气了 算了,咱们还是去王城一下 同居交代任务吧 市长大大也是让小强去买点家庭 给来养一下 真是一个比一个会死亡的人 感觉小强好可怜啊 不当主持,他还把咱们的农场给占了 算了,谁叫他是地主呢 咱们只能出卖点劳动力了 咱们把这些牛羊都放了 就去休息一下 原本小强还打算先看个电影的 没想到一定又来了个猜猜谁 真是够疲的 过分居然趁着小强占嘛 投用咱们的会员 而小强理论是肯定行不通的了 咱们把气都杀在这个猜猜谁身上吧 这人也是挺强的 灭了咱们好几个队友 可惜啊 最后还是被我们合理制裁了 好了 本期的视频就在这里 我是强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拜拜